首先我们来看相声的分类 第一种是称为单口相声 就是一个演员表演的相声 我们称它为单口相声了 长篇的单口相声通常分为几次的表演 就是不会一次过 类似于评书 但更注重于笑料 它以一人多角的方式 假虚假眼的引观众发笑 具有故事性 所以就必须要有梗 什么是梗呢 就是指滑稽有趣的 也就是笑点了 再来我们看相声的第二种分类 对口相声 也就是演员人数为两个人 演员为一捧一斗 假意恶人说的内容 与轻重语言的风格之不同 分为三个类型 其中一个就是一头尘 接下来第二种就是子母根 第三种就是灌口活 好 薇薇你懂什么是一头尘 子母根和灌口活吗 是这个请您指教一下 我不晓得 就是有一点它的相声的术语了 好 我们进入 什么是一头尘呢 就是台词比较多的 以假的叙述 介绍评论 讲解 模拟为主 就是假的台词会很长篇大论的 主要是它一个人负责的 所以称为一头尘了 接下来我们看子母梗 子母梗的意思就是 以叙述争辩论为主 基本没有故事情节 假意双方对事物看法各自一词 通过一环又一环的紧紧的 相扣 紧凑的辩论的方式 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再来我们看第三种类型 就是灌口活了 又称为被躺之 假为了阐明他的观点 说明问题 把叙事辩理的大段台词 有节奏的背诵出来 有点类似好像绕口令这样 就是一直叙述 就是连串的 强调口齿清晰 一气贯通 所以我们称它为贯口活 通常的相声都是两个人为主的 我们再来谈一谈对口相声 有两个人来表演的 互相对话一问一答 或者是争辩某一个课题 来表现相声的主题 假通常是斗耿者 具主导的地位 负责主术 也就是主角 意通常是 彭耿者 发挥辅助的功能 负责帮腔 或者是质疑 提问题 或者是帮口 就是问问题 属于配角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对口相声演员的站位 到底谁站在左边 谁站在右边呢 其实对口相声的演员 他们站的角度 是以从观众的角度来出发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站在左侧的演员呢 称为斗耿演员 站在右侧的演员呢 叫彭耿演员 所以威威明白吗 明白明白 就是观众这样子看电视的方式 左的就是这边 右的就是这边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 那个假的 这边是以的 接招的 对 这个出招的这样子 一个是主角 一个是配角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彭耿的六字真言 好 我们请威威 这个学生 为我们示范 彭耿通常会说的话 他会有一些什么 这样子 听到了同意 好 第一个 威威 就是表达什么意思呢 的意思就是 听到了 同意了 或者是代表是 或者是好的意思 第二个 身表赞成 哎 这样子吗 是的 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 没有错 是吧 如果小小怀疑 哦 对了 哦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吗 行吗 什么东西 不成 它有不同的意思所在 很怀疑 很大的怀疑 啊 对了 这样吗 威威表现得非常好 谢谢老师 啊 是什么呢 就是不会吧 不好吧 就是很大的怀疑 或者是不要 不要不要 第五个 那不是很新奇啊 嘿 对了 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新鲜啊 你听听 或者是好嘛 最后一个 大反对太怪了 嗨 对了 嗨 是什么意思呢 没听说过 别挨骂了 去你的意思 都通常这六字真言 都是蓬梗的 常常会说出来的 它是回答 豆梗的 那个话语 明白 通常就会 嗯 爱 哦 啊 嘿 嗨 老师都更生动 还有叹气的 嗨 这样子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最后一种的类型 就是群口相声了 什么是群口相声啊 也就是演员主要三个或以上的 可以是四个 可以是五个的 有看过 我以为有看过 群口相声吗 一般上看都是一个人表演的 或两个人 没看过那么大群人一起 它最典型的群口相声呢 有一个曲目叫做 五官真宫 就是五个人呢 他们在腰宫的一个相声稿 蛮逗趣的 有五个人 所以他们的默契呢 就要非常的讲究 真的 哪一句讲完了 那个要接这样 要有默契 好 我们看看群口相声里面 如果是三个人表演的 甲就是豆梗 义呢 就是蓬梗 然后饼呢 我们称为逆缝 这个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 当中他们三个 都要讲究绝佳的默契 如果少了一点默契 可能就搭配不够完美了 所以每一个模拟 一个有特殊性格的人物 要区分甲义饼 甲义呢 各自一词 饼呢 就充当调和的作用 共同创造喜剧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视频 数一数二 我发现人们说话经常习惯使用成语 而且成语当中都加大有大量的数字 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 对 从一到十 几乎数字全都用上了 是吗 是吗 四四四三个臭皮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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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师 这感觉有点像在新年的时候 一些贺词 有没有 就是三阳开泰 一马当仙 这样一次 好 薇薇 通过这个数一数二的相声稿 有没有发现它的成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是数目字 有一二三四五 它的从一二三四一直讲到十 这是它这个相声稿的特别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看 它是以数目字成语为主 好 有没有发现其中一个不是成语呢 那个四好像没出到来 对吧 它是用加法的方式 三个人再加一个 很逗趣的方式 就是三加一等于四 其实就是用错了方式 带出了效果 给四季平安 这样可以吗 四季平安 可以 可以啊 想到了一个 主要是还要带出笑料 所以都包袱 所以它就用了三加一的方式 明白 如果全部都是成语 可能它就没有那个笑点在来 这是一个笑点 对 当然还有三角恋爱不是成语 对 对 对 它只是就是混 鱼木混珠里面 混进去 制造笑料 对 制造笑料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相声的第二个部分 好 还有第二个部分 这些成语不像语言的调味料 如果用得巧妙 能受到画龙眼睛的效果 怎么说呢 比如我们一碰面 你问我的近话 我们随便聊两句 聊天啊 生活会 太久 好久不见了 是啊是啊 好久不见 你现在读几年级啦 你现在读几年级啦 我玩假期 生中四啦 是啊 咦 你们班多少人啊 三十几年级啦 三十几年级啦 大概三十六吧 不 真的 我差得远 还得白痴干头更上城楼 嘿 这几句成语用得真不错 嗯 不过成语虽然好用 也得适可而止 不能不用滥用 以免霸舌天主 不骗得吧 假如你多用几句 那一定更精彩 多用几句 是啊 不如我们做个实验 就刚刚我问的问题 没回答的每句都加上成语 啊 而且是在数字的成语 怎么样 什么 还得试带数字的成语 这 怎么说呢 哎呀 好玩啦 是是 这就开始 太诗语好语不见啦 是啊 这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不错 正在有数字 再来 你现在读几年级啦 我读 呃 不 三读四 啊 也对 中三升中四 可不是不三不四嘛 你们班多少人啊 我班 嗯 三三两两 不是三十六个人吗 是啊 怎么三三两两呢 没错啊 三乘三乘二乘二 我就等于三十六 怕惩罚啊 对 三三两两 那 你知道你们班成细怎么样 嗯 麻麻 麻麻糊糊 这不行 不行 这成语为数字 也有数字 当然 说吧 你成细怎么样 我有成绩 咦 有了 五三五四 五三五四 五三五四啊 废话 老师 这个有笑料 很好笑 对啊 它的后半部主要是 就是前半部是通过加法 后半部就是通过乘法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声稿的内容 嗯 从一到十的成语 它都派上用场了 两个数字的成语也使用了 比如说 数一数二 不三不四 对 最后它运用了加减法 乘法等 来制造笑料 所以就 微微就笑得合不容嘴了 对 我想它的数学应该很好 因为你马上要乘出来 你三个单位的东西这样子乘 其实不简单 对吧 老师 好 接下来我考一考微微 可以举出一个创作相声脚本的内容题材吗 内容题材 刚才那个数目字算吗 邂逅语 可以用邂逅语 因为之前用了成语 对对对 谚语 歌曲可以吗 老师 歌曲 都可以 流行歌曲也可以 把它加入在相声的元素里面 还是一些美食食物 也能够把它变成相声的一些题材 对 很好 好 我们看看 微微的那个 举出的例子对不对呢 可以用 有喔 邂逅语 谚语 对联 猜谜语的方式也可以 方言 好像客家化 广东化融入在相声的脚本里面 应该很有趣 对 还有外语也可以 但是主要因为是 相声主要是华语 所以还是不鼓励用外语 歌曲 刚刚薇薇有提到的流行歌曲 美食 各国的名称 都可以融进相声的创作脚本 所以老师可能可以大概再重复一下说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学过的东西 简单地说一下 这个单元我们提到了 单口相声 对口相声 和群口相声 当然还有 蓬梗的真言 就是通常会用的一些词语 比如说 阿 喔 等等的